看这里有海带 最近这个海带大洞沙 哪里还有一块 他过来点了他 我的天哪 什么情况 你看 我的天底下有大虾呀 哪里呀 不活了 你看看 这个爪子还动 这个还有点活 这个也动 我的天哪 这些大虾在海底下都闷死了 天太热了 估计成凉吧 不是的 你们听 我和摄影师的解释哪一个队 这里是水流的 虾流嘛 这里有海带 这个虾又下不去了 所以说被海带都堵死了 你说呢 他是在这成疗 你看这个还滑 你看这个小爪子 大虾很大 给你们看看 这个比我的手还大 真的 一点都没夸张 我的手在这嘛 你看 这也还有啊 这里多大呀 惊呆了 今天晚上回家 就直接给他做个油杯打价 太大了 你看这边的水流还挺急的 哎呀 这高来又是海带一大桶 六重收获海带 哪也拿不动我 我一会再去排水口那边给他抱着 这么多沙 前面还有一块快走过去 这里啊 这也又被石头堵住了 他们也是下去嘛 这里有一块石块 正方 正方夺在这下不去了 你看还有吗 没有 走 这个石块 这个就倒行啊 是你扒了 没给他翻回去啊 我得给他回去啊 哈 这个海带底下 我的天我的天我知道了 今天拍大虾呀 之前我家海带的时候 我咋没见到底下有虾子 今天拍大虾你看 我拍大虾的时候 海带底下都能有的 哎呀我的妈太过瘾了吧 哎呀这个小虾子太小了 他比起这个 直接一个爷爷一个孩子 瘦了 太多了吧 真是大发财呀 海带大虾大发财呀 今天 我这随便一算 大家买到手吧 走继续 本来是它是发的不准确的 你看看 就是从这边就有块海带 正好直接不用剪了 放下吧 都给它了 经过上次的检验 我跟你们说啊 海带放在这 还是挺好的 一点都在不会 因为这里挺厉害的 你们看看 讲了这么多虾 这么多海带 那什么情况 真想跳半转鱼在这 你看 在这里还很安逸 你看你看你看 我一来了 它们下着都变色了 我越变颜色越深 你看你看 我猛的一看 还以为它们奄奄一息不活了 你看看这个状态 还是可以的 哇 这起开花了 哦 这一个也是 这个比刚刚那个还大一点 你看这个大脑袋 看太大了 看它底下有吗 没了 应该就是从这里边端出来的 底下空很大 它出来一看 我背后还有这么多虾呀 惊呆了 我的老天们 你们看 惊呆了 我得急 你们有没有惊呆 我不知道呀 是不是你们看我 假虾都假习惯了 是因为这边 它们就是不定时的会排一些巷 哎呀 你看看 哎呀 哈哈哈 被水冲下去了 摄影师一把抓过来了 你们看过不过瘾 给不给力 哎呀妈呀 这个也太大了 咱继续看看 有路 继续往下走 肯定被水冲下去了 咱们就顺着这个水流 继续往下走啊 哦 走过来一看 好大的摩格里呀 哦哦 它咬我哦 哎 你看看 这个就要吃背 可以刺身啊 可以可以的 输了输了 你们想不想吃 有没有喜欢吃刺身的 记得给我点点赞呀 这是不是吧 妈呀 一下子翻个 这不是发台的节奏吧 这些 下游摊 下面有下游摊 这一块海带 我的天 大虾呀 这下面海带的大虾都有 你们看 我的天 我的天 看下面还有大虾 你有没有看到远处 看到了看到了 这还有一个 别着急别着急 你顺着水流往下走就好了 再把海带装进去 我去我去 我海带 不出口了 你不急我急 那你现在跑下去吃吧 我在后边去捡你的漏 我不拿筒了 我也跟下来了 好行 还有吗 哪有可行 好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不明显 这要看不到一久就踩了 但海星看着不好 不要了 哇 谁看这里有个猫蛤蜊 这抓围子了 这谁抓虫子了 赶紧闭上嘴巴 要不然就被围子吃了 看看这个还行不行 这是要不活的阶段 再走吧 可以 行 今天收获可以 起来了 再一点的 我们来这边吧 再走 看一眼 这个还行 帮我 还是要把我 帮我 走 走